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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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死了你焚不焚了 幹你以為我很想喔 有沒有同理性啊 相信有過敏的人都有這種超級比賽 又被人選的痛苦經驗 尤其是最近這種又濕又冷的汗流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 大人開玩笑把小孩子鼻子拿掉的影片 那好我要把你鼻子變不見拔起來喔 撞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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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幹嘛 我要把你的鼻子丟掉 丟出去窗戶外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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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爸爸請你也幫我把鼻子拔掉吧 對於我們這種過敏的人來說 真的一點都不是開玩笑 從小就在想如果能把鼻子拔掉該有多好 這種痛苦真的是一輩子的因應啊 就像惡魔在身邊一樣 但他也不是賀君香 他大概就是講這樣 傲嬌又變態 總之就是一句話 就是一句話 為了維護廣大過敏兒的權利 這次就由我 擁有超過23年專業過敏之力的專家 向社會大眾表達我們內心的聲音 讓大家知道我們過敏兒是過著如此痛苦無助的生活 首先要先向大家講解什麼是過敏 簡單來說就是身體的免疫細胞把一些無害的物質判斷成有害 真滴是北漆 而這些無害卻會造成反應的物質我們又稱之為過敏原 過敏原真是無奇不有啊 可能有海鮮啊 冰啊 因為我這是人啊 還有剛剛提到的塵蠻寵物的毛和花粉 其中對毛過敏是想要寵物的小孩的致命傷啊 爸爸媽媽我可以養這個小貓嗎 他看起來好可憐喔 不行人生你過敏喔 我們家人生好善良喔 但你過敏我還是找其他人幫忙吧 過敏真的是摧毀很多人的毛孩夢啊 而我只是對冷熱變幻過敏 因此我已經借飲掉一年了 夏天的時候真滴痛苦 也因為這樣我在朋友圈有個綽號 養生魔人 過敏造成的困擾真是數都數不清啊 最常見的就是對你的靈魂痔瘡與鼻子造成物理單位傷害 而犯人不是別人 就是你最忠實的小手手 而為什麼呢 我們從眼睛開始說明 過敏的時候眼睛會癢癢癢癢癢癢到不行啊 就像是被雞毛毯子燒你眼球一樣 然後你可能看過你身邊的朋友 用力的揉眼睛 揉到都怕他把眼睛揉爛了 你想的沒錯 他是真的會爛 我有個心機就是真的把視網膜給揉掉 超扯 一整個月都必須趴在病毒上修復 不能動 真諦超可怕 也因為如此可怕 必須要自止自己的手啊 不能揉不能揉不能揉啊 真的是被搞到發瘋 要跟自己的手對話 在別人的眼中 你真的是神經病啊 然後也因為眼睛養整瓦睡不好 所以常常起床之後 就變成黑眼圈 變熊貓 這時候你就不能去買鴨肉了 很爽齁 大學生勒 小妹妹 毛掌期待出來講話了 這樣毛夠長了吧 眼睛說完了縮鼻子 過敏的時候會一直流鼻涕 瘋狂瘋狂不停的流 就像是上帝在創造你的鼻子時候呢 加重了一個水龍筒 還忘記關 也因為這樣子會使用大量的衛生紙 路邊有發位置 馬上拿 而且有時候去炒幾包 然後因為使用量太大 根本就懶得整理 就會揉成一團一團的 就變成水餃店師傅 有時候過敏嚴重 會整個鼻子塞住 不能呼吸 真諦是絕望 絕對是精神上的摧殘 這時候你可能會聽到你的朋友發出豬叫聲 或者是蟋蟀的素素聲 請你千萬不要怪他們 因為如果他們不這樣 可能真的會窒息死笑笑 還有因為過敏常年比賽的關係 很多人會自動變成用嘴巴呼吸 也就是嘴日呼吸 聽起來很傻氣 但其實完全沒屁用 壞數多到不行 用嘴巴吸入空氣 除了進到你的肺之外 也進到你的胃 就會叫成脹氣 就像咖比這樣子 然後吃飯的時候 也因為吸入空氣 會發出咀嚼食物的噪音 這甚至是我前女友 要跟我分手的原因 超扯悲劇 還有游泳浮潛的時候 也常會吃水換氣困難 最後是最可惡的 就是會被亂取綽號 除了剛剛說的水餃店老闆之外 還有鼻涕蟲 最後最討厭的 因為鼻涕凝結的 會進化成鼻屎 鼻涕獸進化 而鼻涕多的過敏兒 就會長出一堆鼻屎 然後被比自己矮的人看到 我就常常被前女友說是 超級鼻屎怪 幹 氣死 人生你需要衛生紙嗎 我幫你折好了 哇也太貼心了吧 暈船啦 QQQ 大家我是人生海海超話家 麻煩記得起贊跟起訂閱喔 拜託拜託